我前幾天啊收到中國大陸 合肥紅金微電子的深圳方案公司寄出來給我一個 usb 3.0截取卡的一個方案長的是這樣子 非常非常的小 而且 ic 就整合到一顆而已 哎這個非常不容易哎 我們在5年前做出這個 usb 3.0免區的截取卡 是長這個樣子的 你看中間穿的這麼多的 ic 至少有五六顆 那這邊就一顆就搞定了 哇這非常讓我興奮 我興奮的原因是說他到底效果到底好不好啊 然後他是真的真的是 usb 3.0還是假的 中國大陸這個合肥紅金微電子 他在兩年前他有做出這個 usb 2.0的截取卡的 ic 也是非常的小 你在市面上看到的 像這樣子 人民幣25塊或台幣100塊左右的這種 截取卡或者是長的是這樣子啊 或者是這樣子 或者是號稱長的是 這個很藍色的洞啊 其實這都是中國大陸 的那個合肥為紅金微電子做出來的這個截取卡 我們剛才看到的那一些 截取卡都是白牌的廠商 也有一些品牌廠商拿那個 ic 去做出 那個電競遊戲的這個截取卡 比如說啊像這一只 他也是ms 2109做出來的 他號稱說 可以將任天堂的遊戲 在這個電腦的notebook上面做 使用這樣子 沒想到竟然在兩年之後竟然就做出一個 3.0 兩年前做出來的這個 這個產品 在電動玩具使用是有一些問題啊 因爲他是這個usb 2.0啊 那你在那邊打電動玩具的時候 會考慮到的是視訊延遲 因爲2.0他的極限就是那樣子 你必須要走3.0沒有壓縮的方式 進入電腦 這樣也延續才會更低 但是那時候就有一些廠商就宣稱說 他的延遲非常低又怎样的 然後甚至還有一些廠商 他宣稱說 那個2.0明明是2.0的ic 他說他是3.0 他只要把頭換成是藍色的洞 他就說他是3.0 事實上 之前的那個ms 2109那個ic 事實上是2.0 他很多廠商就故意說他是3.0的 直到最近啊我拿到的這一支是 ms 2109的下一代 ms 2130 這次是真真實實的usb 3.0 並不是製造商做出來的 是方案商做出來的 什么是方案商啊 我大概解釋一下 方案商就就好像說你在賣麵粉一樣 我宣稱我的麵粉可以做出法國麵包 那我就把法國麵包做出來的 這個麵粉跟這個油啊 還有這個糖的比例都做出來 啊我要去推廣我的麵粉吧 啊我就實際做出一個法國麵包 給這個麵包的廠商說 哎這是我做出來的法國麵包 你吃吃看 對沒錯 這個就是那個 麵粉工廠做出來的那個樣品 給那些製造商說哎你吃吃看 很榮幸我也接受到一個測試這樣子 那真正會拿到樣品的 並不會這麽快 應該是要製造商做出來 但是我覺得也蠻快的 應該在年底的時候 如果這個產品真的在市面上出來 以他的高度整合度來看 也許200塊台幣的零售價格是有可能的 這時候啊這些 品牌廠商啊 包含我們公司啊也會面臨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挑戰 那我們公司是不會做這樣的東西 為什麽 因為這東西是已經是高度整合性了 已經是標準化產品 我們不會做標準化產品 我今天我拍這影片 我還是非常的高興的分享說 這一顆 這個MS2130他的真實的功能 那 我不會故意說要壞話也不會說好話 我就是真真實的測試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在2012年在做擷取卡的時候 沒有像這時候這樣一顆IC 搞定 我們在做擷取卡的時候 就要用來兜來兜去的 有四顆IC兜在一起 第一個是HDMI的RX HDMI的RX就是說他把HDMI訊號吃進來之後 把他轉換成那個視訊的格式 那個沒有壓縮的視訊格式 然後呢其實這時候沒有視訊 沒有壓縮的格式 就可以直接丟到USB Bridge USB Bridge就是就是 USB 連接到電腦端的那一顆IC 就是把丟進去就好了 可是事實上並不能這樣的 因為早期做的USB Bridge啊 他都是只有8bit 就是只有8隻腳 那這邊的HDMIRX丟出來是16隻腳 啊這邊是8 所以呢你中間都要串出一個IC 就是一個叫做Videoscaler的IC 他的功能啊就是將 HDMIRX的16隻腳轉換成8隻腳 這樣子那除此之外呢 他還有一個功能就是 他可以讓你的HDMI輸入的解析度跟 輸出的解析度是獨立事件的 比如說啊 你輸入進來是1080p 你輸出可以720p 輸入是720p 輸出可以1080p 所以HDMI輸入解析度跟輸出 USB的解析度是獨立事件的 我等下在電腦OBS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然后呢電腦這個視訊來源 我先用1080p 的視訊來源 然後再切換成720p的 好我們先接到電腦 接HDI的來源接電腦 好你現在看到的解析度是多少呢 我現在多媒體播放盒 我先調整成720p 720p好 然后呢 我播一段影片 那你看這邊這邊 擷取卡這邊可以選擇 你看我現在選擇1080p 我來源是720p嘛 我輸出我可以選擇720p也沒問題 然后我選擇1080p也沒問題 我選擇640p 480p也沒問題 好這叫做scaler的功能 當然啦 有加了這個scaler的這個IC 他的延遲就會提高 那後期有人在做擷取卡的時候 他就把這個bridge 把改良 他可以吃16bit 所以說 你直接讓HDI的RX直接就丟16丟給他是可以的 沒有問題 可是這樣問題就是說 你HDI是1080p進來 你輸出就只有1080p 720p進來輸出就有720p 他沒有辦法做交錯的一個獨立事件的轉換 好 那以這一顆來講 他是有做到轉換的 再來就是usb bridge 的地方 usb bridge 他在這個 ms 2109就是 他們第一代的IC的時候 他是2.0 那2.0跟3.0到底差在哪邊 2.0跟3.0差別就是在於這個 usb 的頻關 2.0是這麼小 3.0是這麼大 那你這麼大的話 你就可以將你的原資原位的資料 直接丟到你的電腦去就好 可是啊2.0那麼小 你就必須要壓縮 啊那個壓縮通常是 這個叫motion jpeg這樣子好 那壓縮對這個電腦來講 會有兩大的缺點 第一個就是說因為他是壓縮嘛 所以你進到電腦之後 電腦還在解開來 好解開的話 第一個最大問題就是 他的cpu使用率會提高 還有呢就是說 畫質可能會稍微差一點 但是我覺得畫質應該感覺不太出來啦 好我不算是缺點 第二最大問題就是視訊的延遲 好那早期啊 那一個 ms 2109就是他的第一代的 就是這一個 第一代有人拿這樣的這個 ic去做出 號稱說 可以在你的筆記電腦打這個電動玩具 這是自得在募資平臺 可以募資的非常多的這個解取卡 那其實他是2.0 那他們那時候宣稱說他的 視訊的延遲是 70還是多少 其實他們的測試方法都是錯誤的 我真是車真真真真真實實測試 大概有100 ms 這麼多啦 那 我們今天要變成 低延遲 給電動玩具使用的這樣的解取卡 我們勢必要變成3.0 那用 usb 3.0 做出來的這個解取卡 他的好處就是他的頻寬夠大 所以我可以丟 yub 不用壓縮的訊斷丟到電腦 電腦不用解開來 所以呢這樣的延遲又會比較低 可是啊問題是他有經過這一個的干擾 到底是會降到多少 我們還是要有待測試 我們要測試這一只 ms 2130 的擷取卡的延遲部分 我的想法是這樣 我用這台電腦播出一個 馬表 然后呢將 hdmi 連接到這一支擷取卡上面去 然後這支擷取卡再由這一支 電腦去把畫面給抓出來 那我們來比較說這個畫面跟這個畫面的差異 打開電腦的am cap 然后呢去抓這個 usb video 然后選擇3.0的 yub 60幀1080p 然后我們開始在播放 那觀眾你可以就是按暫停鈕 去看一下這實際的延遲是怎麼樣 我們實際測試大概是 50-70ms左右 那這樣的一個視訊延遲 對於打電動的應用來說 應該是可以接受了 那我們有看過別人家做出來一支擷取卡 他是連這個都沒有 就直接這個畫面 16bit直接丟給他16bit這樣子 哇那一支可以做出大概是30ms 可是問題是你沒有加scalor的缺點 就是怎么進就是怎么出 啊各有優缺點 他就是個敲敲板這樣子 好啊那再來就是我們剛才講了說 JJ還有一個重要的聲音的部分 因為HDMI的聲音有分成 這個44.1kHz還有什么48kHz 32kHz啊36kHz不一樣的取樣率 比如說你今天訊號進來是48 你這邊就要在電腦端 這邊就要去設定成48 如果兩邊沒有一致的話 哦哇 那你的那個聲音就會 就會有聽到嗶嗶嗶嗶的聲音 那也加了這個audio聲音音的話 就是說我不管你前端的取樣率是多少 我通通轉換成48或是96 以第一代他們這一顆來說 他們全部轉成96 以這一支來說的話 他全部都轉換成48kHz 我們現在用這個多媒體播放盒 模擬不一樣的 audio sampling rate 有48kHz啊44.1啊 還有36等等等 然後來測試看看這個聲音有沒有問題 然後來實際播放這個不一樣的取樣率 我們這邊有8 16 48 44.1 我們從 8開始 哇你看你的功力哦 聲音是正常的 46 聲音也是正常的 48 44.1 44.1 我現在用別只截取卡 啊這次別人家截取卡 他沒有做這個聲音取樣率的這個處理 看會發生什么事情 我們實際將這個連接到電腦 看看說他的UVC輸出的解析度是哪一些 我們來研究兩個地方 第一個他是走 USB 3.0模式 第二個是研究USB 2.0模式 USB 3.0模式就直接將這個 截取卡插入電腦的USB 3.0 好我們來試一下 那我們打開電腦 AMCAP看一下 啊你看到這個就是截取卡的畫面 那你看哦 這邊有一個叫 video capture pin 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 他在3.0模式的時候 他最高可以到60張 那motion jpeg 的時候也可以到30張 這樣子 然後他的解析度有這麼多 最高到1080p 然後 最低是640 480這樣子好 那一樣到底我我把它降到2.0的時候會怎樣 來 2.0的時候 你就多穿一個USB 2.0的延長線 就變成2.0模式 插上去 接進來 那我們再到電腦AMCAP看一下 你看哦一樣的畫面 然后你注意看這邊 這邊也看到video capture pin 的地方 你看他會變成 motion jpeg 好他一樣有YUV 可是YUV就變成幾張5張而已 那motion jpeg 最高是50張 有沒有看到1080p 最高50張 那他跟上一代比較起來 上一代的1080p就有30張 他現在已經提升到50張了 好 這樣子 那接下來我們要測試這一支的相濃度 我現在啊連接一支攝影機 將這個 ms 2130 的擷取卡連接到這個 三星的安卓手機 他是3.0的 連接進來 然後 擷取卡接進去 視訊來源接一個 相機 好你看哦 我這樣播這一個 你看有畫面 還是有畫面 那你看他解析度的部分 他真的可以到YUV 有沒有YUV30幀 60幀YUV 也可以抓到motion jpeg YUV 是沒有問題的 你看哦 那這個問安卓手機 我有測試一個問題就是 他在這個直播軟體叫做那個 camera 5 live 目前 camera live 有點小問題 就是畫面會有點抖動 試試看 你看他畫面會抖 你看有沒有看到閃過一下 有抖一下吧 那個是哦 app的motion jpeg decoder的問題 我相信啊這個 camera 5 live 以後應該會針對於這個擷取卡而做 稍微改善的這個是軟體就可以改善的 app可以改的 也可以在這個 mac 電腦使用你看 蘋果電腦 這個是樹莓派 我要讓這一只 ms 2160 的這一只擷取卡 在這個樹莓派上面使用 我將這個 hdmi 接上來 然后接上滑鼠 接上電源 打開 好 我們打開樹莓派我把這個擷取卡接上去 接上來 接到3.0的洞 這邊是藍色的3.0 視訊接到這只攝影機上面去 攝影機 打開來 我們打開 app 打開來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邊有選項 你可以選motion jpeg也可以選yuv 這裡 然後這邊可以選60幀 播放 好看到了吧 哦 這樣子 他在樹莓派的延遲會比較高一點 好我們來測試一下motion jpeg 這邊有個motion jpeg 好選不要太高選30就好 播放 好 好 所以啊這一支 ms 2160可以在這個樹莓派上面使用 中國大陸河北紅金微電子做出來這顆高度整合的 usb 3.0擷取卡的方案 我猜啊預計大概年底應該 在在市場上看的到 白牌市場會先看到 你可能會看到大概就是台幣200塊300塊左右的 usb 3.0擷取卡 那這一顆廠商 投入進來的人 就可能就是一些 做鍵盤滑鼠啊麥克風的廠商 以前我們在做的時候 你看有這麼多 ic 串來串去串來串去 他的門檻非常的高 現在只要一顆 ic 還有加上一些被動元件就可以搞定了 門檻就非常的低 我估計啊以後這一刻會在這個五金行 還有一些什麼那什麼文具店就看得到這種擷取卡 對於我們這些專門做直播領域的這一些廠商來說 最後會怎么面對這種擷取卡 可能就是會賣書送擷取卡 賣課程送擷取卡 或者是教學送擷取卡 我們不會單純去做這種擷取卡 因為這個已經淪為兩三百塊的價格佔了 你賣一只賺50塊 一個連一個便當都賺不到要賣心酸的 那當然如果是當成是一個贈品來說的話 那也許是有一個有一個吸引的那個地方 這個這一只出來啊 會給一些目前做直播領域的品牌商 一個很大的震撼 明年這個擷取卡士就會大洗盤了 大廠會不會投入這一只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指標 如果做直播的品牌大廠也用這樣的IC 他的價格要怎么定 然後他到底是怎么包裝的 是不是我剛才講的那樣子 賣書送擷取卡 賣課程送擷取卡 這個都是很大對於大廠來講都是會 一個陷入兩難的一個 思考磨疾就對了啦 總之啊 這一只出來會掀起一個革命啊 對我們公司來說 我們是怎麼面對這一顆IC 我們不會主動去做這樣的硬體 但是呢我們會透過 上我們的直播教學 然後送你這一顆擷取卡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在硬體上面我們還是以高階的 或者是特殊應用的這個擷取卡為主 那如果需要這種簡單的這種擷取卡 就去五金行買就好了 因為到時候的五金行文具店 保證看得到 200塊300塊的USB3.0的擷取卡 效果還不錯呢